日本鬼子每次扫荡必做这件无耻之事,若有人反抗,就大肆屠杀村民。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演习十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晚平县城搜查招到中国守军第29军言辞, 拒绝日军遂向中国守军开,枪射机又炮轰满平城第29军奋起抗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又趁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 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 日军还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日本人的禽兽欲望从明智为新,就开始了当时已经开始谋划侵略中国真的是很不齿的一个民族, 抗战初期我军,无论是在武器装备,还是在后勤物资方面,都与日军有着明显的差距, 也是因为这些原因我军吃了很多亏在受我们种,华尔女奋习反抗,也是让日本人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他们的后勤不抵必然,不是每天都从日本运过来日军的, 伙食还是很好的每天都要保证,有米饭,还要足够的新鲜蔬菜以及肉类那么从哪弄来这些食物呢? 大家都知道,日军每次进入一个村子必然会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扫荡来扫荡的人数一般, 事不多的这些无耻士兵每到一个村子第一件事必然是这个。